1955年 我国开始实行义务兵一致 那时候 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 怀着对志愿军战士的崇敬 19岁的高智盛参军入伍 那还是很光荣的 当上兵以后啊 打罗敲骨啊 放鞭炮啊 就是说 当地的人说 哎呀 你那小儿子去当兵啊 你舍得 我妈说 我说那呀 他说那他要去了怎么办 1956年底 高智盛被分配至志愿军 十九兵团司令部 他背着行囊 坐了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 到达朝鲜 在那里 他仍能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 当时的情况呢 很多部队 没撤 大升高 你才有朝鲜人 这个 比较好的公路地方 都没有什么 那有的那个房子有炸掉了 炸掉他也没有修好 那个汽车走到两边都是弹坑 由于在国内曾学习过无线电 高智盛被分配至通信营 成为了一名无线电技工 负责保障志愿军的通信活动 司令部呢 就给我呢 就说了 你留到司令部里头的一个通信营 留下了 这就在朝鲜干上 这就是通信营 通信营有一个修理所 修理所呢 有修载波机 那个时候没手机这样的 载波机就是一条线能通好多话 通国内的 我每天就是别人坏了的 那个无线电的机 无线电的吧 发暴机呀 发那个游戏 修理那个 坏那个叫修理 那话筒线断了 修理 你想这耳机断了线 它底下都没有这样 就修理这一些 当然主要还是修理机器 坏了 当时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 但危险还是如影随形 三天两头 部队就会组织巡逻 上山抓特务 高智盛和战友们 常常整夜整夜 穿行在茫茫大山之中 出去抓特务啊 那是一摸黑呀 这个摸黑以后呢 就隐蔽起来 等着半夜呢 等着看 看哪打信号弹 打信号弹以后呢 就冲那个方向去 当时他那就是干扰你 他没有那么大的 那么多部队给你 给你落腾 所以呢 就 就去抓 都是野树枝也不好走啊 那这衣服挂破了 回来补补 还是战死状态 在那里没有说撤退 你不是没打仗呢 你就是停战状态 可是呢 随时有打的可能 1958年 在朝鲜工作了一年多后 高智盛跟随兵团回撤 后转业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1996年 光荣退休 近40年来 他在广播技术保障岗位上 兢兢业业 默默奉献 亲眼见证了电台 乃至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我相当于59年1月来中央台的 到退休 这40年跟国家的进步是一样的 这个40年嘛 从电子管到半导体到集成电路 这都是进步 我一步一步的也是随着中央台走过来的 这本视频是什么 我一步的也是随着中央台的 我一步的也是随着中央台的 它是随着中央台的 technology 我一步的也是随着中央台的 一步的也讨历 这就是差距 一步的也讨历 随着这一步的 那不就没有 我一步的也讨历 谢谢鲜 有 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